化学是科学分支、研究物质的组成、结构、性质、变化以及与能量的相互作用。 它涵盖了从元素、分子和结构到物理和生物化学的各种方面。 分析化学是化学的一个子领域,致力于确定物质中元素或化合物的组成和含量。 分析化学涵盖了许多不同的技术,如光学分析、质朴分析、化学分析等。 用于测定化学物质的组成、纯度和含量。 分析化学的结果可以用于环境监测、食品检验、医学诊断、材料分析等领域,对人类社会有重要的影响。 分析化学是一个多样化且持续发展的领域,不断推陈初心,发展出更快、更精确、更经济的分析方法, 与其他领域的密切合作,例如生物学、环境科学、药学等,为分析化学带来了新的挑战和机会。 分析化学家需要具备高度的专业知识和技能,以确保他们的研究结果是可靠和可信的。 有机化学是化学的一个分支,主要研究有机物质含有碳的组成,结构、性质、变化和反应。 有机物质是指含有碳元素的物质,包括碳化合物例如纯、酸、全等和生物大分子,例如蛋白质、核酸、脂质等。 有机化学的研究范畴涵盖了大量的化学知识,包括有机合成、结构化学、助理有机化学等。 有机化学在许多重要的领域中都有重要的应用,例如药物研究、食品科学、环境科学、生物科学等。 通过有机化学的研究,我们可以了解有机物质的性质和反应,以及如何合成新的有机物质。 有机化学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领域,它不断向前发展,并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有机化学是一门十分多元化的学科,除了合成化学以外,还包括有机物质的分析和结构确定。 生物有机化学、物理有机化学等多个领域。 有机化学的研究成果不仅为合成新的有机物质提供了基础,还为解决许多社会问题提供了可能。 例如,通过有机化学的研究,我们可以开发出更安全、更有效的药物。 通过对有机物质的分析,我们可以了解环境中的有害物质。 通过生物有机化学的研究,我们可以了解生物体中物质的代谢过程等。 因此,有机化学是一门十分重要和实用的学科,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有着深远的影响。 无机化学是化学的一个分支,主要研究无机物质的组成、结构、性质、变化和反应。 无机物质是指不含有有机化合物的物质,包括元素例如铁、铝等和非有机化合物例如石膏、硫酸岩等。 无机化学的研究范畴涵盖了大量的物理和化学知识,包括物理化学、结构化学、合成化学等。 无机化学在许多不同的领域中都有重要应用,例如材料科学、冶金、药物研究等。 无机化学的发展和进展是通过不断地研究和发现而实现的。 例如,从X射线结构分析技术的发展,我们可以更清晰地了解无机物质的结构和性质。 此外,通过结合物理和化学方法,无机化学家可以合成新的无机物质,并通过合成和分析来了解它们的性质和反应。 无机化学是一个充满挑战和机会的领域。它不断向前发展,并对人类社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。 物理化学是一门结合物理学和化学的学科。它研究物质的结构、性质和反应机制,并将物理学的原理和方法用于化学系统的研究。 物理化学是一门深入研究化学过程背后物理基础的学科。 它结合了化学和物理学的知识,将理论和实验相结合,旨在了解物质如何在分子和原子层面上运作。 物理化学的研究领域包括化学动力学、光化学、分子结构和结合、物质结晶结构、物质的热力学和统计力学等。 物理化学的发展对于化学、物理学、生物学、材料科学和工程学等多个学科都有重要影响,并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重要贡献。 物理化学在化学、生物学、材料科学、能源和环境等多领域有重要应用。 例如,在化学工业中,物理化学用于设计和开发新的生产过程和产品。 在生物学中,物理化学研究生物分子如蛋白质、核酸等的结构和功能。 在材料科学中,物理化学用于研究和开发新材料的性质和功能。 在能源和环境等领域,物理化学也发挥了重要作用。 物理化学是一门需要高度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学科。 需要具备良好的数学、物理学、化学等基础知识和技能。 物理化学是一门不断发展的学科。 研究者不断探索和发现新的知识和技术,为科学技术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。 除了基础研究外,化学还有许多实用应用, 例如制造药物、化妆品、食品、燃料、塑料等。 化学家通过对物质的变化进行研究,来开发新的材料和产品,帮助改善人类生活。 化学是许多其他学科的基础,例如生物学、物理学、地球科学等。 并且与社会、经济和环境密切相关。